这是雪岸单身的第八年了 我们几个狐朋狗友聚会的时候 看着他还是截然一身 而我们几个早就是结婚的结婚 生子的生子 最拖拖拉拉的 也在准备明年的酒席了 你这样可不行 我干了一杯 看了一眼她 而雪岸的眼里只是平静地笑了一笑 反问我说 怎么就不行了 这么多年不都这么过来了吗 但你又不是找不到对象 咱们公司对你有好感的小姑娘 几乎每个科室都有那么一两个 你倒是好 人家好不容易鼓足勇气 约你去吃个饭 你就知道臭这个脸 说不 小王一边说着 一边激动起来 那这样不是更好吗 我给他希望 又不给他结果 这才是对他不负责任吧 雪岸又给自己满了一杯 依然是平静的 好像没有情绪的语气 你就等吧 听说白岚在美国 都要生二胎了 我说完这句话 本来还你一言我一语的桌上 突然静了下来 只能听到火锅 咕嘟咕嘟的冒泡声 如果雪岸是天生冷淡 助孤生体质 我们并不会像现在 这般义愤天鹰 归根结底 还是曾经见过 他如此炙热地爱过 才会为他的人生可惜 那个愿意为了白岚 跨越整座城市 买鲜花和蛋糕的男孩 那个愿意每天四点起床 为白岚准备早午饭的男孩 那个愿意自己吃两个月馒头 给白岚买新衣包包的男孩 那个在白岚跟着别人出国 还说你别忘了 国内我随时都在的男孩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这片地图上 生生消失了 想到这里 小王突然来了一句 徐晗 你不过还在 不是 话没有说完 他就抹杀了我们 所有想象的可能性 然后他夹起一块 牛肉 塞进了嘴里 像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他放下了筷子 我突然有些感慨 那个曾经和我们网吧开黑 一起打球 一起宿醉 急了会骂脏话 依然会咧嘴大笑的许安 我们好久没见了 许安说白岚离开的那天起 他其实就已经放下了 恋爱结婚这件事 他也想过很多次 但是每次想到如果他再一次弄力了 是不是还会遭遇一样的结局呢 他再一次付出真心 清尽所有了 是不是依然会一个骗子 当成一个傻子呢 我真的怕了 他笑着说 我可能这方面 真的没什么天赋吧 我不喜欢什么套路 也不懂那么多恋爱技巧 你们看我 叫别人说的 逃逃迟到的 到自己这儿 就是永恒不变的 我不会骗你 我不会让你伤心 我永远 且炙热地爱你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别人 不骗自己吧 没有办法要求别人 永远像我们 自己这样 永远热忱地 对彼此吧 毕竟大家对爱情的定义 都不一样 而找到那个 和我想的一样的人 也太难了吧 我们都沉默了好久 其实我也不知道 自己在想什么 在理解许安叔的话 还是在感慨 他的勇气 亦或是品味自己的人生 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 被自己 悄悄妥协了方向 最后的最后 结完账 小王有些不死心地 嘟囔了一句 但就算是难 你也不能 不找不是吗 万一它真的存在呢 万一它真的出现了呢 许安愣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他仿佛是在说 算了算了 其实单身 也挺好的 没想到 又站在你家的门口 我们重复沉默 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 还能多久 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它有多温柔 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 但我已不在你心中 我真的懂你不是细心研究 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 当你寂寞时候 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 别太伤痛 我不难过 这不算什么 只是为什么 现在回流 我也不懂就让我走 那若开始享受自由 回忆很多 别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 梦冰的懦弱 你比谁都懂 最软寂寞 这会是我 最后的宽容 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它有多温柔 每个人你还握着我的手 但我已不在你心中 我真的懂 你不是细心研究 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 当你寂寞时候 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 别太伤痛 我不难过 这不算什么 只是为什么 眼泪会流 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就让我走 当我开始享受自由 回忆很多 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 我并不愿弱 我并不愿弱 你比谁都懂 最能寂寞 这会是我 最后的宽容 抱紧我 再抱紧我 这一份感动 请你让我 留在胸口 别再说 是你的错 爱到了尽头 是非最终 就让它随风 忘了 所有 我的 比你快活 我真的懂 你不是细心研究 是我 没有 你在你身边 当你寂寞时候 别再看着我 说着你爱过 你太伤痛 我不难过 这不算什么 只是为什么 眼泪会流 我也不懂得要再说 或许这是最后的结果 现在 犯手 总好等你 不爱我 一次再拖 封开你的手 离开你左右 我向前走 这会是我 真正的解脱 我无论 自己开心 我无论 偷懇 我离开你的手 崇利 我离开你的手 崇利 我离开你的手 崇利 感谢观看